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2 大家好 我是萌新超人 今天玩到摇滚年代的第九关 这一关超人带了童话森林世界的三个植物 树林护卫 风貌菇和石南探索者 除此之外呢 超人在剧院的活动获得了玉金香号手 哇 这个植物长得好可爱呀 超人都舍不得让你上场了 不过嘛 可爱的植物一般都很弱 玉金香号手居然是用音符攻击的 风貌菇居然是丢帽子 比起玉金香号手的音符攻击 超人感觉还是风貌菇的帽子比较靠谱啊 好歹也是那么大一顶帽子甩出去吧 哇 树林护卫看起来就很厉害的样子 他们脚底下居然产生了花纹 单独一个风貌菇 脚底下没有花纹 风貌菇的帽子有时候丢出去回不来 有时候丢出去居然可以弹回来 而且有的帽子会直接出现在僵尸的头顶 然后呢 僵尸就动不了了 过一会儿 帽子就把僵尸给吸走了 然后瞬间又给放出来了 这是为什么呀 该不会风貌菇的帽子里就是童话世界吧 而且你别看僵尸被帽子吸进去 一下就放出来了 说不定它在里面环游了一整个童话世界呢 这个树林护卫真的好扛啊 而且还能回血 还能攻击 比某个头上只会冒火焰发呆的树桩厉害多了 哇 闪动僵尸出现了 我的植物不会被它压扁吧 什么 居然换音乐了 这样就不怕闪动僵尸了 不对 超人看到了蓬克僵尸 给树林护卫一颗能量斗 哇 三排的僵尸全部眩晕了 但是第一排的蓬克僵尸靠近了 我的植物被它踢走了 我的天哪 什么情况 怎么多了这么多蓬克僵尸 还有说唱僵尸啊 给风貌咕一颗能量斗 没有消灭啊 再来一个石南探索者 哇 好危险啊 刚才这一波超人差一点就输掉了呀 超人的郁金像号手被吃的一个都不剩了呀 种上一个田鼠 把僵尸们聚到一起 树林护卫都倒下了 对了 这个音乐是说唱僵尸的主场 赶紧复活一颗树林护卫 然后继续用石南探索者进攻 哎哎哎 你们在这转转转 转什么转啊 这就很尴尬了 谁能告诉我石南探索者 刚才发生什么事了 趁现在多种点植物 风貌咕又把僵尸给吸走了 然后退了一格 把僵尸给放出来了 超人的石南探索者又好了 赶紧丢下来 好的 这一波的危机解除了 不对 最下面还有一个僵尸 我的天哪 风貌咕这个大招是在刮沙吗 还好有树林护卫帮帮忙啊 我的天哪 还有这么多舒畅僵尸 还有摇滚铁桶僵尸 看样子 只能靠我的石南探索者来攻击了 超人感觉 这个郁金香号手 完全没有存在感啊 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吧 开一个能量斗大招 哇 好开心啊 唱歌 扭啊扭 什么 就这 没啦 人家风貌咕 好歹还有控制的效果 郁金香号手 真的就是来卖猛的呀 还是丢我的石南探索者吧 童话森林世界的三大植物 就这样分工吧 树林护卫 你在前面给我扛住 风貌咕 你在后面给我控住 石南探索者 消灭僵尸的重任就交给你啦 太惊险了 这一局非常艰难的过关了 好喝 你不령了 约 没关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